今天應該很不錯 這個也沒有太陽 應該可以很順利地完成我們今天的這一趟驚奇之旅 那我今天的這一個主要是看我們有兩個聚落 主要的暫定文化情況 要多的時間來談這個精神標準 那等一下呢 因為今天有拍紀錄片 出到一個好幾個聚落的影片 那梅石那邊呢 它主要是當中的是做休閒 休息的一個區域 所以你會在那個區域裡面 會看到什麼呢 會看到我看中心 那我看中心呢 它又可以分為四大部 那當中大家比較關心的是育倫母 沿著這個去找 當年呢 我們這個整個代彈 這個精神標語 大家不知道可能這個整個代彈的精神標語 那從進來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 我們看中心之後呢 做一個介紹完的以後 我們到中心裡 有兩個巨大的基神標語 那那邊講完以後呢 我們現在所站的位置 在這個蔬菜公園 那這個蔬菜公園呢 這個是馬祖很有特色的一個公園 後面的是田江縣政武 那早期呢 這還被做為田江縣政武的時候 它是成定是來自這種古地的地形 那早期這個除了東面山跟西面山之外 我們等一下會走到馬祖高中的地方 因為它比較在奧口的裡面 所以呢 在馬祖高中的一塊呢 它那叫什麼 叫輪泥 就是風泥 那我們看到 我剛才講的很差 到酒廠這一塊呢 上面這塊叫做中籠 對大致來講 山龍對區塊呢 是大致這樣區分的官司 那它重要的兩條街 那如果我們把現在新蓋的大樓拿掉的話 那這一邊靠 我們看 我們看 看一看 那各位看 那我們看一看 早期 我們現在所站的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奧口 然後呢 他們準備出 出桿 去捕魚 是這個 已經改變了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出來 這定貌改變性還蠻大的 那這是在奧口外面的作業 就 這個是 這邊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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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有一個 軍軍艦 建民 因為跟這個 軍有機 相當的 契合 所以 那很可惜 前幾天 因為 把大火燒掉 因為它兩邊 大火都是 木造的 那是一個 軍能消費的 一個世界 很典型的一個 軍能消費的一個世界 好 那我們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 到 那前面 有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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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第三任,叫田樹章 所以他的部隊呢,另外給他一個區域,他們就叫鐵軍 你們會看到馬祖有很多標誌 比如說看到我們上面有一個班超部隊 班超部隊是指彭起超,就是第四任的指揮 在漁會前面的一個地方,以前就是漁獲市場 我們可以往前走 來巡視,來看這裡哪裡呢 來看山樓的這個護庭 那基本上就是從這個角度看,這座山就是這座山 有沒有看到?很清楚 然後前面的就是一片 去尋找我們今天主角,整個帶上一個照片 那,其中有兩年,是來兩次 特別就是說,離我47年的時候呢,他來了兩次 一個是七月,七月一號 一個呢是這個八月,八月 是剛好那一年,八月之後呢,八月 他八月十九都在來了以後呢,八月二十三號,八二三號 當時呢,這個國防部,他們在開會的時候啊,許多的參謀 他自己的回憶物裡面 他所有的這個高級布料呢,在做軍事匯報的時候 都指向他主,就是八月三號 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八月三的時候呢,軍事活度最平反的地區在哪裡啊? 軍事這個調動最平反的就是在我們的對待 就是晚上呢,這些記者接獲通報說 金門那邊已經開打起來了 所以當時這一批記者呢,又匆匆的 跑到高雄去坐船 然後去金門 那他為什麼會打馬祖父母的恐懼? 那這個,那整個代當呢,也是 也能夠貼切寫到那個,等待戰爭那樣的一個 非常貼切的一個標語 因為馬祖父事實上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路障 所以呢,一直在等待戰爭 所以呢,我看一本書啊,叫書唱,他寫的那一面在特約查詩 他那邊有一句幾句 很有名的句話,用現在的文句話 那大家,我們就跟著那個畫地巷往上走 然後不用擔心你們脫隊,因為我們會有一個 三馬青制服的那個工作人員會壓隊 對,如果你們找不到路的話就可以問他 對 來,有幾個回來啦 我們一步走,我要打樹 來,感受一下 來,感受一下